你好 我是小燕 随着农历新年的气氛逐渐升温 大街小巷也开始出现车龙 当局也预计在这个新春佳节期间 每天车流量预料会达到380万车次 而为了缓解拥堵的情况 交通部在农历新年前后 将会禁止部分重型车辆上路 交通部长陆兆福说 新年前后回乡庆祝佳节的私家车辆 将显著增加 因此这个星期五和星期六 也就是年29、20号和年30、21号 以及初三、24号和初四、25号 将禁止部分重型车辆上路 以减少道路拥堵情况 并且降低货车和私家车碰撞的风险 陆兆福也说 交通部从今天开始 到本月27号初六期间 会调动2000名陆路交通局官员 展开执法行动 这期间当局会在全国14个焦点地区 安插官员伪装乘客 以监督违规和减少意外发生 与此同时 陆兆福表示 在今年农历新年执法行动下 执法人员不会对七项交通违规行为 开罚单 而是直接将违规的人士控上法庭 交由法庭裁决 这七项交通违规行为分别是 车辆插队 双线超车 闯红灯 超速行驶 驾驶时使用手机 没系上安全带 或没戴上头盔 以及滥用紧急车道 随着农历新年进入倒计时 道路使用者以及驾驶人士也要注意了 因为全国联邦公路的限速 从今天18号开始 会从原有的每小时90公里 降低到每小时80公里 直到年初六27号 因此 无论您是要外出采购年货 还是开车回乡欢庆新年 在行驶的路上 一定要保持耐心和遵守交通规则 谢谢收看 我是小燕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留守TFM陪伴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